鬼灭之刃当中鬼杀队的存在 历经了千年 从无产出现开始 对抗恶鬼的鬼杀队就应运而生 在千年的对抗之中 除了实力强大 掌握了呼吸法的顶尖见识之外 更多的还是那些并没有掌握呼吸法 用自己的血肉对抗恶鬼的普通人 那么为何这些连呼吸法都不会的普通人 能够成为鬼杀队成员 能够通过主角看制网 都认为艰难的最终选拔呢 鬼杀队最为强大顶尖的见识 就是被称为柱的见识了 他们是鬼杀队的金字塔底下的人类 每一个都有着强大的呼吸法 都是可以单刷下嫌恶鬼的人 以探治郎为首的吴小强 除了不会呼吸法的旋迷 也已经是鬼的你痘子 其他三人也都有着强大的呼吸法 探治郎更是掌握多种呼吸法 但是除了他们之外 大部分的鬼杀队成员都是很普通的 掌握呼吸法的更是寥寥无几 不过他们却占据了鬼杀队的大部分 是鬼杀队最为坚实的基础 不过他们又是怎么成为鬼杀队成员的呢 毕竟最终选拔要面对很多恶鬼的 普通人怎么活下来 只要在草和场地活过七天 那就是最终选拔的合格条件 通过鬼杀队的最终选拔 只不过是成为了鬼杀队最低等级的见识 鬼杀队对于他们的要求其实不是很高 就算不能击杀任何一只鬼都是可以的 不过起码要能够保障自己的生存 这就是最终选拔的核心本质 朝阳升起的话 鬼就无法活动 也可以休息身体 这里可以看到 如果善于计算和躲藏 也是有可能在不正面对 放一只鬼的情况下通过考核 毕竟没有让参选者去击杀哪怕一只鬼 只要活着就行 场地内鬼的实力低微 为了制造最终选拔的内容 鬼杀队见识会活抓一部分恶鬼 放入场地内用来筛选见识 这里的恶鬼普遍10亿低下 同时这里的恶鬼还是经过了很久的饥饿的 实力进一步被削弱 这样也大大的降低了参选者通过考核的难度 还有就是强者能左右鬼杀队最终考核的成绩 也是许多普通人 能通过最终考核的其中一个重要因素 每一个时代都有天才涌现 而有时候的天才格外夺梦 就如义勇当年的那一个时代 就因为一个人的缘故 导致其他人毫无作为 也能够轻松通过考核 那年的选别只有枪斗一人死亡 他将那座山中的鬼 几乎全部打倒了 除了枪斗以外的所有人都通过了选别 也正是因为偶尔有这样的人出现 才让很多实力很低微的人 也可以通过考核 毕竟只要活下来就可以了 除了出现像枪斗这样的逆天强者之外 更多的时候出现的就是 如同炭治郎和炎柱老大哥这样的人了 他们没有一个人改写整个结果的力量 但是他们也有拯救怕人的能力 就像一个或者几个 长年积累这样的通过者 也不是一个小数目了 还有一部分人更加特殊 他们不会呼吸法 但是他们也有着自己的战斗方式和能力 比如像不死穿旋迷这样的特殊能力者 他不会呼吸法 可是却也通过了鬼杀队最终考核 也成为了吴小强的其中一员 当然这样的人更加少 他们能够通过考核是必然的 除此之外 有些参加最终考核的的人 虽然不会呼吸法 但他们却可能是见到高手 在即国员一没有出现的时候 鬼杀队都是不会呼吸法的 他们也能够通过自己的剑术击败恶鬼 这样的人每一次的选拔还是有参加的 他们也构成了不会呼吸法的普通人成员 加上能够给恶鬼带来伤害的日轮刀 他们能够存活七天也是有很大几率的 除了上述一些特殊的情况之外 其实参选者凭借自身的力量 也还是有机会通过考核的 一个人不行 那就组团啊 毕竟场内的恶鬼还是数量有限的 而参选者如果可以抱团 利用时间 必利和武器 还是有可能活下一部分人的 关键的一点 还是只要活着就行 鬼杀队可以存续千年 除了恶鬼的不断助攻之外 鬼杀队的主攻和选拔机制 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如同选拔的要求一样 活下来才是鬼杀队对抗恶鬼的最大希望 只要活着就还有希望 正是因为这个选拔本质的存在 才让很多实力不强 也不会呼吸法的普通人 可以成为正式成员 而正是这样人的存在 才让鬼杀队做到了千年不灭 谢谢大家 这期的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可以点赞订阅我 我们下期见